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明朝时,成都府有个姓李的园外 李源才忘惯,羊田无数,按家境来说是吃喝不愁的 日子应该过得很顺心才对 可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李源外和妻子刘氏就为儿子李安泰的身体操碎了心 这孩子是胎里带来的弱症 许多大夫看了都说他恐怕活不过25岁 当爹娘的听到这样的话语,哪有不伤心的 也幸亏他是长在富贵人家 有着好药材,调理才能平安长大 李家父母觉得愧对儿子 从小便对他非常的宠爱 只要能办得到的总会满足儿子的要求 李安泰从小就很聪慧 特别在画画上非常的有天分 经他手画出的笑笑话活灵活现 仿佛真人跃于纸上 于是在口口相传之下 李家出了个单亲能手的消息 很快在城中传开了 引得多人都想上门求话 不过都被李源外夫妻挡住了 还是儿子的身体要紧 家中也不缺少那一些卖花钱 看着聪慧的儿子 爹妈又是骄傲又是痛心 不论儿子以后的寿命集合 如今他也到了成婚的年纪 于是两人又忙活着张罗起婚时来 这门当户队的姑娘也无须再想了 两人于是便降低要求 求娶一个穷秀才的女儿 名叫张月华的姑娘为儿媳妇 张月华的弟弟前段时间 和人上山打猎补贴家用 不小心摔下山坡撞断了腿 如今一家人正急着到处借钱抓药 弟弟为人聪慧又懂事 已经取得了同生的功名 张家都指望着他考重功名改善家境 若因为断腿而耽误科考就太过可惜了 媒人显然了解到他的情况 便劝说张月华嫁过去 他弟弟的医药费则由李家全包了 张秀才夫妻自然是不答应的 条件在好 他们也不想让女儿嫁过去以后做寡妇 可就在他们想办法推辞的时候 张月华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无论爹妈如何劝说都不松口 还说不让他嫁给李安泰 自己就嫁去给富贵人家做小妾 总归是必须想办法把弟弟的腿置好的 于是就在他一番软硬兼施之下 张秀才夫妻答应了女儿的婚事 一个月后的大吉之日 是张李两家办婚礼的日子 在锣鼓喧天和唢呐声中 张月华坐着花轿进了李家的大门 李安泰取得美娇娘 发现彼此的性格相同 夫妻两人因此整日都有说不完的话语 这也让她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 儿子开心了 公共婆婆对张月华这个媳妇也多了几分包容 婆婆还常常拜佛烧香 祈求他们的婚姻长长久久 和和美美的 因为丈夫身体虚弱 她结婚两年后都没能生下孩子 不过张月华也不在意 只要丈夫好好的就比什么都强了 可惜这个微小的愿望最终还是破灭了 就如当初大夫所说的 李安泰最终还是在25岁之前重病不起 眼看着就没有多少时日了 张月华背着人的时候 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可为了不让丈夫发现 平日还得强装笑脸照料着她 这一晚上 李安泰精神突然好了起来 还说肚子饿让人上饭菜 张月华一时没想到其他 还以为丈夫好转了 吃饱饭的李安泰拉着妻子的手说 娘子啊 我这身体恐怕好不了了 这几年委屈你了 如今咱们也没有孩子 不如我恳请爹娘放你归家 免得耽误你的后半辈子 张月华听后连忙安慰说不要多想 今天已经能进食 说不定睡一觉起来身体就好多了 李安泰看到妻子难过也就住口不提 因为已经一身不便打扰爹娘 就想着明天给他们交代也一样 于是就在妻子的服饰下又安睡了过去 她这一睡倒是平和安详 可天亮后李家人却都哭肿了眼睛 就在睡梦之中 李安泰已经不知不觉地去世了 婆婆得知昨夜儿子的举动后不由得大怒 抱怨儿媳不叫醒他们 你也是读书人家出来的姑娘 不知有个词叫做回光返照吗 我平日千交代万交代 一切都要以你丈夫的身体为主 因为你的自作主张 却害得我们当爹娘的 没能见儿子最后一眼 刘诗说完后就趴在床前嚎啕大哭起来 白发人送黑发人 本就是让人悲痛的事情 李安泰的逝去 不光让张月华这个妻子黯然伤神 还带走了李源外夫妻的精气神 办完儿子的丧事后 两人的面容一下都苍老了几岁 李源外知道这件事情怪不了儿媳妇 有时还会好言安慰几句 可刘诗却一时之间钻了牛角尖 把怨气洒到了儿媳身上 有时候做梦梦到儿子孤零零的一个人 走在路上 她醒来后时常泪流满面 心中不由地生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来 若是儿媳去陪一陪她就好了 因为有了这样隐秘的心思 从此之后 张月华的苦日子可就来了 动不动就被婆婆指桑骂怀 还时常装病叫她过去服侍 丈夫的离世本就让她悲伤 又在压抑气氛之下生活 张月华很快就憔悴了下去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三个月 身心疲惫的她 在听到弟弟考中秀才的消息后 心气一松终于病倒了 大夫把麦后面色凝重地道 少夫人要放开心节才好 若长此下去 恐怕伤生会不长寿的 大夫的话一落音 刚好被听到消息赶过来的婆婆听到 于是不喜地说道 咱们家又不用你操心俗事赚钱 安安心心地当少奶奶就好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若是不知情的人传扬开去 别人还说李家亏待儿媳呢 张月华一听连忙起身 让人送走大夫 又对着婆婆赔礼道歉 说自己这是小毛病 没有大夫说得那么严重 婆婆听后方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又冒出了一句 意味深长的话语 说不定是你丈夫想你了 你这个做妻子的也去给他上上坟 说说话吧 免得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好不可怜 张月华其实并不少去上坟 不过婆婆的话语还是要听的 她看了外面的天色还早 就让丫鬟准备相煮之前出城而去了 吕安泰被葬在一处山脚下 附近的也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坟墓 大约有上百座之多 这一番祭拜倒是很顺利 就是在准备离开时 却遇到了一桩怪事 明明前一刻还万里乌云的天空 突然就变得阴云密布起来 紧跟着山腰的四周 突然升起了阵阵白雾 将准备离开的几人环绕起来 吸入白雾的主仆 顿时觉得头晕目眩 很快就像中了迷药似的 跌倒在地步行人士了 这一番变故让原本山清水秀的风光 增添了几封鬼魅的意味 伴随着山中的栩栩微风 各类虫鸣鸟叫声 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一直昏睡的张月华 是在半夜十分被嘈杂的人声惊醒的 睁开眼一看 发现自己躺在了一间不止华丽的房间中 不远处还有一个面生的丫鬟 他看到客人醒过来后连忙行李 说自己叫做小桃 若有什么需要尽管对他说 今天他们家主人正在办宴会 也请客人一起去赴宴吧 张月华听后方才松了一口气 又连忙追问自家丫鬟和蒲丛的消息 小桃笑盈盈地带着他来到几人的住处 指着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丫鬟 说他们还没睡醒呢 还说山中的天气变化无常 他们遇到的白雾 是哪里飘来的瘴气也说不一定 张娘子无需忧心的 张月华听后连忙表示感谢 一时之间对小桃知道他姓张 也无暇顾及了 很快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主人家的宴席上 办宴席的主家是一个年约七十多岁的老者 面容看起来很是慈祥和善 张月华上前见礼后 就被丫鬟带到一处屏风后面落座 那里是女客所在之地 只有两张桌子 连张月华一起总共十七个人 不过其他人都是年纪大的阿婆 没有很年轻的妇人 这些阿婆看到张月华后都很热情 彼此之间很快就热闹地闲聊起来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 这些阿婆都喜欢向他打探城中的消息 当得知自己家中儿女都平安 脸上都不由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仿佛很久没回过家似的 不孝敬爹妈可是大罪呀 怎么会有这么多儿女把父母赶出家门呢 就在张月华心中迷惑不解的时候 一个熟悉之人的到来 终于解开了这个谜题 正聊得热闹的女客们 突然听到屏风后面 传来了一阵阵欢呼声 只听一个老者声音红亮的教导 单亲高手李公子来了 到时候再让张娘子把画像送回家 也算是了结咱们的一桩夙愿了 屋中很快响起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连连说多谢各位长者太爱 多亏大家的照顾 我今日才能和娘子相遇呢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张月华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这明明就是丈夫的声音啊 可他为何会在此地呢 情急之下 他连忙绕过屏风往外而去 只见大堂上那个面容俊巧 温文尔雅 穿着一身青色长衫的男子 也正满含柔情地望着他呢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住了 身旁所有的繁华热闹都与他们无关 阴阳两格的一对夫妻 就这样一步的一步的往对方而走去 两人的手很快拉在了一起 这也让张月华一瞬间回过神来 丈夫的手太过冰凉 他并没有感受到脉搏的跳动 心思垫转间就仿佛明白了什么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 见到丈夫的欢喜已经压倒了一切 看到妻子脸上没有害怕的神色 李安泰方才松了一口气 他也知道妻子猜出了他们的身份 当下也不再隐瞒 就把事情的原委浅浅浅浅诉说了一遍 毕竟后面的事情还需要他配合才行 原来这处白鬼宴 都是附近坟墓 一些鬼魂聚集而成的 李安泰过世后在阴间也出了名 爹娘知道他爱画画 就是常把一些画纸烧给他 当他在阴间帮鬼画肖像画后 也是让他们赞叹不已 有的还说若是能把画像烧带回家去就好了 也算是给儿女留个念想 不过这样的事情很难实现 一众鬼魂说完后 不由唏嘘叹息起来 他们的一番这话语倒也勾起了 李安泰的心事来 他当初是在睡梦中顽固的 还没有和爹妈说话交代后事呢 对于母亲的性子他还是了解的 恐怕娘子在家中的日子 如今不好过吧 就在鬼魂们聚在一起 想念家人的时候 一个鬼乞丐路过了他们的旁边 在李安泰好心地把贡品送给他吃后 常年在外奔走的乞丐给出了一个主意 李公子兴亡不久 听你说家中娘子时常来拜计 你们不如到那日想办法把人留下过夜 晚上再举办一次白鬼宴请他参加 有了如此铺垫后 也不至于突然惊慌失措起来 到时候再托你家娘子把画好的画像送到各家去 在人证物证齐全之下 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附近的鬼魂听后都说这个办法可行 很快为了这个计策忙碌起来 还没有画像地赶快让李安泰画 各家事供奉的吃食都收集起来 开一个白鬼宴 李安泰知道 这些鬼魂大都是富贵人家的老爷 太太 是见过世面 有智慧的大家长 他思索再三 还是把自己的烦恼事情说了出来 请他们帮忙出个主意 如何让张云华归家改嫁 毕竟他还年轻 一辈子守活寡太过可怜了 还有一种担心他却没说出来 那就是害怕母亲心烦意乱之下 刁难张云华 钻牛角尖做了错事 身为儿子 他自然想让母亲安享晚年 不希望他因为自己而被别人指指点点 得了一个恶婆婆的名声 其他鬼魂听了他的诉说 就大致了解了刘氏的性格 这件事情若没有李安泰出面 以后张云华的苦日子还忍着呢 于是今日举办宴会的主人 曾经培养出一个近视儿子的赵老太爷开口了 李公子这些话倒让我想起二孙子的婚事来 虽说家丑不可外扬 可在场的都入土为安了 我也不害怕传扬出去 听着赵老太爷的诉说 方才知道他的二孙子曾经娶过一个漂亮的娘子 可那娘子却早有意中人 被爹妈逼着嫁过来之后 还和他的表哥勾勾搭搭 后来还受到表哥的蛊惑 趁着外出上乡的时候就和他私奔了 赵二公子傍晚得到消息后 气愤不已 当即带着家人追踪而去 发誓一定要把这对偷情的男女带回家来处罚 出了这样的事情 自然瞒不过家中的老太爷和老夫人了 赵老太爷当时正吃着花生听着戏呢 没想到那狗血剧竟然在自家上演了 情急之下的就被花生卡住了喉咙 虽然后来被救了回来 却落下了一个时常咳嗽的毛病 这件事让赵二公子非常愧疚 当初爹妈不同意这桩婚事 他偏要娶 如今因为私奔的娘子 又差点害了祖父的性命 想到这他不由心灰意拦起来 看着面前跪地哭求的偷情男女 只骂了一句让他们快滚 送上修书后就不再理会了 可从此赵二公子的婚事也艰难起来 倒不是说娶不到好女子 而是他不愿意娶 全家人等阿党 一直等到两年后老太爷过世 也没等到他改变主意 不过今日看到张月华后 赵老太爷觉得这女子有情有意又聪慧 直觉上和自己的二孙子应该是非常相配的 至于是不是投婚也不打紧 说句不好听的 二孙子还被人戴绿帽了呢 咱们呢谁也别嫌弃谁了 这话往事让众鬼唏嘘不已 没想到赵家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便很热心地出其主意来 赵老太爷听着众人介绍的姑娘 却扬了摇头 反而转过头来对李安太道 我相中了你家娘子 若你们真能说动他合理 到时就让我家老婆子带人上门提亲去吧 李安太虽然不舍 可想到自己再也给不了娘子幸福 便开口说道 只要张月华和赵二公子两人同意 他们李家自然是不会阻拦的 上百鬼魂你一言我一言地把事情商议完 又各自写起家书来 等到天宽亮时 张月华就收到了一叠厚厚的家书 还有各位长者的笑笑话 都是托他带回去送给亲人的 此时远处的天边已经渐渐泛白 昨夜热闹的宴席终归要散去了 望着丈夫和一众长者 渐渐化为烟雾消失的备养 张月华抹了抹眼泪 细心地把那些画像和书信包扎好 随后又大声地呼喊 还躺在地上的丫鬟和随从 等他们睁着朦胧的睡眼 醒过来之时 吃惊地发现自己竟在墓地中睡了一夜 两个丫鬟不由急切起来 夜不归家对女子来说可是大劲 少夫人回去后恐怕会被老爷太太责罚的 这可如何是好呀 丫鬟这一番猜测确实没有错 刘氏和李渊外见儿媳没回家 还以为她私自拐回娘家了呢 因此等张月华进门后 言语中不由地有些抱怨起来 张月华却没有时间计较这些 等把下人打发走之后 就拿出了丈夫专门写给公婆的书信 和他们的画像递了过去 李渊外夫妻看完书信后激动不已 得知儿子在阴间过得很好 并且还得到众鬼的尊敬 两人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刘氏更是紧紧握住儿子的书信不放 儿子的关心和担忧让他欣慰不已 孩子如此懂事孝顺 当娘的也不能让他在阴间太过忧心 就按他的所说 找一个好借口让儿媳妇和离归家去吧 这件事情对一个当家主母来说也不难办 儿媳妇既然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那么就用情义来解决这件事 睡了一觉的刘氏第二日起来精神好了许多 找了个借口坐着轿子出门 直往张月华的娘家而去 张秀才夫妻看到亲家母上门 连忙热情招待 刘氏却让他们无需客气 将其他外人支走后 就把李安泰的心愿说了出来 张秀才和夫人知道原因后都很感动 女婿是一个厚道人的 竟然愿意让自己的妻子改嫁获得幸福 这在出嫁重复的年代可是很少见的 开始两人还说要守满三年校才行 否则恐怕会被别人说闲话 刘氏却说道 不怕 等月华出嫁的时候 我们李家亲自来送嫁 如此一来 也能堵住别人的闲言碎语了 双方就这样把事情一定了下来 等刘氏回到家中三天后 被蒙在鼓里的张月华就收到了娘家爹妈病重的消息 按照大夫所说 这是操心太过方才病倒的 这心病还需得心要来一样 张月华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 爹娘这是在为自己担心了 如今弟弟也考上了秀才 家中的钱财也存下一心 他们何该安享晚年才对啊 就在他为此烦恼忧愁的时候 旅员外夫妻就把人请过去说话 只听婆婆先开口道 媳妇啊 自从你相公去了之后 我们都觉得人生无常 一辈子就短短几十年时间 该放下的事情还是要放下 你爹娘的心思你也知道 为了他们的身体 咱们放你归家去吧 张月华开始不答应 等到李员外也加入劝说的行列 又想到家中的爹妈后 她终于动摇了 就这样 在丈夫罔顾将近满八个月后 张月华搬着嫁状回了娘家 李家对外放出话来说 并不是说儿媳不守规矩 是他们为了亲家身子 着想硬逼着媳妇合理的 事情传开后 众人都说李家仗义 张月华的名声也并没有被败坏 女儿的归来让爹妈的心情愉快 于是假装生病了两人 在床上躺了十多天后 宣布身体痊愈了 张月华刚刚欢喜没多久 就发现爹妈为自己的婚事忙碌起来 之前阴间的赵老太爷托他给送信 赵家老夫人看到丈夫的提议后 也很心动 于是在张月华合理不久 就派了媒婆上门来提亲 赵二公子原本还想拒绝来着 可后来一听到媒人回来说 张家姑娘没有答应 准备为丈夫首购三年再说 老夫人听后不由指着二孙子骂道 看看 如此有情有义的女子 不比你那前妻强多了 你如今不成婚 难不成还要为她守着不成 也不怕外人看了笑话 赵二公子听了也不恼怒 因为张月华不急着答应婚事 心中反而对她有了好感 于是便对祖母说 等张小姐守满三年的笑 再上门去提亲吧 老夫人一听这话顿时乐开了花 还是老头子看人的眼光准呀 虽然要再等两年 可总归还是有盼头的 这些日子二孙子一直在研究佛法 全家人就怕她一时想不开 顿入空门坐河上去 从此两家就有默契式的 也不再对两人提起婚事 一直等到两年后 才又有没人上门给张月华提亲 赵二公子的事情 张月华也从爹妈口中得知了 他觉得这男子和前夫一样 都是心善之人 考虑一夜后最终答应了这桩婚事 于是两个月后 二嫁的张月华 在婆嫁和娘嫁人的祝福下 坐上花轿风风光光地嫁给了赵二公子 两人结婚不久 都对这段婚姻非常的满意 张月华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第二次嫁人还能遇到钟情的男子 赵二公子也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妻子聪慧又风趣 让她的日子每日都充满了欢乐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的感情也更加的深厚 张月华后来生下了两子一女 日子过得很是幸福美满 一直到了101岁 方才无疾而终 成了远近闻名的老寿星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